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743集 龙翼继承了黑龙王的传承之后 那么也将属于龙族一员 从此龙族也会多一名强者 对于龙族未来的发展自然是有利无弊 龙族现在缺的就是血脉 像龙世天这样的九星后期 在远古的斗地大陆可算不得什么 而之前硝烟救下的女孩 现在已经是女子了 也是龙族老祖之一 若是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恢复 以她的实力坐镇龙族 龙族无人敢犯 龙世天既然决定了跟随硝烟 那么龙族就必须要有一位实力强的高手守护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酒阴 其血脉只能单传 即便是其子嗣 也是无法继承血脉的 所以主酒阴只有一个 是独一无二的血脉 现在我将血脉传授于你 同时你也要担负主酒阴的责任 你可愿意 黑龙王看着龙翼 欢欢地说 主酒阴的责任是什么呀 龙翼有些不解 黑龙王随即一笑 现在对你来说还太过遥远 等你到了那一天成长到了更高的层次 你自然便会明白 也自然会有能力去承担这份责任 你只需要答应我便可 我便会将主酒阴的血脉传于你 龙翼沉吟片刻之后 认真地点了点头 虽然龙翼不太明白主酒阴的责任 但既然黑龙王都这么说了 龙翼便是答应了下来 好 既然如此 那便开始我的传承吧 诗天为何让你不要打扰我 应该和这传承有十之八九的关系 因为我的传承 比起其他老祖的传承难上百倍 若是你接不下 就会死 那你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 你已经答应我了 黑龙王发出一声尖笑 龙翼眉头一皱 总感觉被这老狐狸给算起了 我既然选择了你 我就不会退缩 爹爹如此 我亦是如此 来吧 本来黑龙王以为龙翼听了他的话后 会有些退缩 但出乎意料的是 龙翼表现得很坚毅 倒是让黑龙王心生喜意 放心吧 传承就算失败了 我也会保你一命 脱胎换骨的痛苦 你若是坚持下来 未来的你前途无量 你会感激我的 黑龙王笑笑 龙翼眠眠头 龙翼天看到此情形 莫名的有些兴奋 黑龙王旋即袖袍一挥 一具庞然大物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一尊森森的白骨 排排骨刺 朝着黑暗的深处 无限延伸而举 龙骨之中 一团黑血缓缓地飞下 悬浮在龙翼的面前 吞下他 龙翼点点头 便是张口将黑血吞入了体内 黑血一入体 龙翼便是感觉神魂一震 这一阵之下 仿佛灵魂都要被拉出了体外 一种来自灵魂的剧痛 立刻让龙翼脑海一僵 旋即便是蹊跷流血 龙翼化作了本体 金色的龙身 竟是开始溃烂 旋即龙翼发出刺耳的惨叫声 众人有些心疼地看着龙翼 仿佛都能感受到龙翼此刻的痛苦 黑龙王对着龙翼一抬手 直接将他剥皮抽骨 将龙翼的骨骼全部抽了出来 龙翼化作一团神魂 将龙翼的肉体完全剥离 便引导着他的神魂 进入了主九阴 那副庞大无比的龙骨 能不能成功 就看这一刻了 紧持住小赞 黑龙王微微沉吟 缓缓地抬手 将龙翼的神魂 顺着巨大的龙骨蔓延而去 神魂在这庞大龙骨之下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气息一下子就萎靡了下来 不过之前吞下去的黑血 此刻血脉的能力开始迸发出来 疯狂地涌向龙翼的神魂 只是片刻 龙骨便浮现出越来越多的黑血 黑血化作丝线 不断地在龙骨之间交织 原本森白的骨架 竟开始出现了血肉 这 这 这小子竟然百分之百地 融合了血脉 黑龙王此刻 浑身都是一颤 难以置信地 看着半空这副巨大的龙骨 已经开始在生长血肉 原本还担心龙翼 会不会与他的血脉相匹配 就怕生出什么危险 但此刻 龙翼的神魂显然生来就属于这副龙骨一般 融合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成功了 一干龙族老族都是震惊不已 说到龙族传承 都是会面对血脉洗礼 或者是患骨之痛 承担这样的痛苦之后 便是还有 是否契合的风险 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龙翼经历了前两成 但后面 本该是最危险的 居然顺利地 不能再顺利地度过了 若是寻常的龙族血脉 都还好 可龙翼传承的 是竹九阴呢 黑龙王的血脉 这是龙族最强的血脉 没有之一 居然就这么轻易地成功了 即便它是天地灵物 这百分之百的血脉融合 也太过恐怖了 我记得我接受 竹九阴传承的时候 也只不过达到了 百分之七十的契合度 已经非常恐怖了 此子竟然达到了 百分之百 或许它可以真的激活 竹九阴全部血脉之力 若是如此的话 斗地大陆这片界空 未来便有了 中等界空的争夺权了 黑龙王看着 不断交织着血肉的龙骨 不停地赞叹 原本干枯的骷髅 此刻在黑血不断地交织下 血肉正在迅速地重建 速度看起来极快 但是即便再快 这么庞大的体型 即便是有这样的速度 肉体要全部重塑完成 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龙世天也立刻败别了 祖龙墓葬 龙血池中 龙翼的身形 还在不断地蠕动着 而风暴等人 则是在外面 为龙翼担忧着 直到龙世天 缓缓走了出来 这小子可算是得了大造化了 走吧 这场造化少则数十年 多则百年 这段时间你们便在龙族好生休息吧 趁此机会 好好逛逛我们龙族也好 龙世天招呼着众人 此时孝战和龙翼 皆在进行比较长时间的闭关 硝烟也是需要百年的时间 如今距离血狼的到来 还有不到三百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众人皆是在全力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龙世天的带领下 众人在龙族修炼了一段时间 风暴南耳鸣紫影三人的身影 皆是常常出现在龙族的武斗堂 和这些八星龙族真正交起手来 借此不断锻炼自身的战斗技巧 这样的训练 大大增加众人在实战中的技巧 也让三人充分地去适应 面对不同敌人 用不同的方式去战斗 风暴在遗迹中获得风俗性的剑法 也正是与风暴之前的斗技相辅相成 圣阶斗技折翼之武 若是发挥到大成 能够达到准御阶斗技的实力 也是极其强悍 大大增强了风暴的实力 折翼之武分为三段 以我如今的实力只能施展出第一段 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增强了不少 风暴修炼折翼之武之后 有些感悟 现在这套剑法 完全契合了它八星斗地的实力 在龙族的武斗堂中 经过无数次实战 风暴勉强能施展出两段折翼之武 战斗力可谓是比之前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紫影的血影弥宗都是比较大的范围型斗技 而这次在一记影盟中所得的斗技 则是将力量最大化 聚集在一刀之上 称为刀锋之墓 盛阶斗技 也是随着实力的提升 此斗技的上限 也是能够达到准域阶 不管是风暴还是紫影 要将二人心学的斗技 施展到准域阶的层次 恐怕至少也要九星斗地以上 才可能做到 南尔明获得的万毒卷 被龙林王给否决了 然后重新给予了南尔明一些枪法斗技 和肉体攻法 南尔明的防御还是太差 所以这段时间 龙林王都在督促着南尔明 提升肉体的抗击打能力 虽然他有黑神铠甲保护 但是自身防御上不来 铠甲也只是一层空壳 在龙族待的时间也没多久 毕竟在龙族里修炼 还是没有在无畏方舟中的 地质源起浓郁 萧炎在闭关之前 炼化了足够浓郁的地质源起 在龙族待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便回到了无畏方舟之上 八星初期的实力 还是弱了一些 只有南尔明的实力 达到八星中期 随着时间不断的逼近 将要面对更强的对手 众人也要更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 除了孝战和龙椅都在闭关之外 夏曾辉 留在龙族和龙世天叙旧 风暴南尔明 紫影轻木而死人 则乘坐着蛟龙号 回到无畏方舟之上 见到四人回来 珍妮有些奇怪 一同出去了七个人 怎么就回来了四个呢 怎么只有你们四个 其他人呢 出什么事了吗 珍妮有些担忧 没事 孝战和龙椅 获得了一场大造化 如今都在闭关 需要的时间也许很长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我们便先回来了 南尔明摆了摆手 珍妮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萧少这段时间在闭关 可不能出什么乱子 不过这些时日 一季内倒是很安静 不过跟以前相比 多了一些生气 海水中陆续出现了鱼泪 这也让方舟上好吃的人 饭桌上多了些可口的海味 经过大厨之首后 异常的美味 口感极鲜 又多抓了一些 放在养鱼缸中圈养了起来 珍妮和静无尘 已经达到六星后期 有一些时日了 仍在不断地吸收地质元气 二人终于在前一段时间 突破到了六星巅峰 不过距离七星斗地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即便是方舟内的地质元气 比外界浓郁百倍 但是吸收太多之后 也需要时间来消化 突破巅峰之后 二人吸收地质元气的速度 便减缓了下来 毕竟需要有一定的过程 才能继续向上攀升 四人回去之后 便也开始闭关 方舟内 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的修炼当中 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 而消炼已经开始了 八级天爵的最终进化 若是能够进化到 八级天爵的化天爵 消炼的实力将再度向上提升一大步 再打持久战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消炼体内 所有的三气物加起来 已经有数十种之多 这些能量 也在八级天爵的制衡下 保持着平衡 但同时 这样庞大的能量 若是八级天爵不及时进化 不仅无法发挥出消炼真正的实力 向上提升的速度 也会减缓 最可怕的是 若是消炼体内的三气物 一旦失衡 后果不堪设想 消炼已经将新获得的三气物 炼化完成 此刻 已经开始准备冲击 八级天爵的最后一绝 化天爵 战老 我现在冲击化天爵 成功的几率有几成 消炼并没有莽撞地直接开始 而是先询问了战老 化天爵 已经是八级天爵的最后一绝了 消炼还是有些心虚 只有五成把握 三气物的数量都已经足够 不过最后一绝 比之前炼化的难度 不止高了一两个层次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呀 战老的声音在消炼的耳边 缓缓地响起 不成吗 比我想象中要高 既然如此 那我便试一试 若是失败了 大不了再来 消炼话不多说 便直接开始尝试突破八级天爵 他体内的三种力量 再度开始躁动下 三种力量互相交织 消炼小心地控制着 体内的三种力量 八级天爵 再度开始向上提升 韩作在修炼室中的消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连呼吸都慢慢变得缓慢下来 最后 甚至连呼吸都消失了 仿佛已经死去了一般 身上的气息 已然在 慢慢地消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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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路